大家好,歡迎來到看風雲節目 今天和大家說一下 李克強而豪火化,北京氣氛緊張 官方對喪時安排有幾大反常之處 大量民眾前往李克強的安徽故居悼念 野北京震怒,全安徽省委書記可能要下台 網傳李克強遭上海務警總司令操盤落毒 他的死亡真相究竟是什麼? 中共政局不穩,上海民眾的另類反抗 日前李克強靈堂照片在網上流傳 好像是在李克強家中設的靈堂 報紙得極為簡單 他的夫人呈紅全身黑衣,胸帶白花,面容潮緒,難掩悲痛 照片顯示,靈堂內正前方寫著沉痛悼念克強同志 李克強遭上的下面只有一個白色的心形花圈 寫有《情紅術全家境環》的字樣,一名男子縮立在旁邊 有網友表示,冷清,心寒 中共官媒發消息稱 李克強遺體10月27日由專機從上海護送至北京 將於11月2日在北京白寶山殯儀館火化 但當局不開追讀會,也沒有設置喪委員會 政國級死後沒有追讀會,這可能是劉少奇之後第一人 文運人士唐柏喬說,劉少奇當時沒有追讀會 是因為劉少奇當時已被打成叛徒內奸攻賊,成了人民公敵 李克強並沒有被定罪 另外,劉少奇在80年平反後,當局補辦了追讀會 即使當年胡耀邦去世,印爆大規模抗議 追讀會仍然辦得很隆重 現在中共這樣對待李克強,說明他們害怕到了極點 自媒體人江峰在X平台發文說 中共沒有提追讀會,沒有遺體告別儀式 百寶山殯儀館16個告別廳,14個普通廳 每天都有安排,東大廳級各界泰斗 大禮堂級國家級領導人使用 11月2日就是空著也不讓李克強用 自媒體人唐靖遠認為 中共官方即時沒有提到幫李克強設立一個自喪委員會 這樣很反常 他說我們都知道,中共體制之內凡是官員去世 哪怕只是一個小小的原委書記去世 當地這個官方都要出面幫他組織一個自喪委員會 來處理這個後事,表示對這個官員的一種尊重 同時也是作為黨這個組織的一種安排 但李克強作為堂堂的前總理 居然在他死後到現在沒有幫他安排一個自喪委員會 比照一下李鵬,李鵬頭一日去世 第二日馬上就宣佈成立了自喪委員會 而且整個七常委都是這個自喪委員會的核心成員 習近平擔任自喪委員會的主任 其餘的六個常委擔任副主任 整個自喪委員會多達172人 這麼高的一個規格 很有可能中共只是在內部成立了一個非常低級別的自喪小組 不公開不成立任何一個自喪委員會 而李克強也同樣是總理級別 為何被如此嚴重地降格處理? 許多人因為對現狀不滿 借李克強去世表達無聲的示威 北京天安門廣場已經封閉 周邊的地鐵站也被封 白寶山殯儀館成為敏感地 當局增派警力實施交通管制 據東芯報道 記者走訪白寶山殯儀館發現周邊開始部署警力 每個爐口都有保安 旁邊停有警車 還有便衣隨機抽查路人身份 殯儀館裡面有許多身穿黑夾黑的人來回走動 看似已經開始佈置會場 就連緊鄰殯儀館的白寶山離市公務 也不准一般民眾進入 李克強死得不清不楚 大家都認為他是被害死的 評論人士周曉暉認為 無論是習派還是江曾派系 都有理由害死李克強 而習派出手的可能性更大 他表示 就可行性來看 如果東郊賓館的安保掌握在 上海武警和中央警衛局手中 那麼習派又天然便利的條件 但江曾人馬長期盤踞在上海 無法排除他們揮動手腳 因為這樣對他們來說並非難事 但有一點如果是江曾主使 那麼習中央應更樂於徹查 借機將部分反習勢力清除 然而中共官方說 要於11月2日將李克強的遺體火化 如此迅速地將死因不清的 前中共高官火化 目的何在? 與此同時 關於李克強死因又出現新的爆料 前媒體人趙蘭健根據所獲得的消息 在X平台上發問說 李克強其實在10月26日就已經去世了 而不是在27日 在送到處光醫院前就已經死亡 他是被毒死的 他死後 中共政治局六個常委花了18小時 為李克強作政治定位 定位的結果是 國內媒體依舊保持彩色 不變成黑白色 上海武警毒殺了李克強 負責下令的是 上海武警司令陳元 外界分析 李克強死亡有兩種可能 一種是 習近平當局直接安排人謀殺他 比喻吸他下毒 另一種可能是 李克強自己心臟病發作 在被送到醫院搶救時 受到人工干預 導致他死亡 分析人士認為第二種可能性比較大 為何這麼說呢? 我們看到自從習近平上台之後 習近平拿下很多反習派的人 像薄熙來、令計劃、郭伯雄、徐才厚、周永康等等 周永康令計劃等人 策劃了一個非常周密的計劃 想將習近平拉下台 然後推薄熙來上台 這些人是真正地在搞政變 對習近平的威脅最大 但是習近平將這些人捉上來後 一個都無殺 而李克強只是和習近平的政治路線不同 絕不會威脅到習近平的性命 習近平對薄熙來、周永康這些人都沒有大開殺戒 他怎麼會謀殺李克強呢? 那麼我們就不能排除 李克強自己心臟病突然發作的可能 官方說他在游泳時突發心臟病 昨日我們報導了 8月,李克強在敦黃燕身後 就和家人失去了聯繫 他很可能被軟禁 既然他被軟禁 他怎麼可能去游泳呢? 所以官方的說法是不可信的 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 在1989年出席中共政治局會醫事 就是因為心臟病突然發作而去世的 所以也不排除李克強在被軟禁期間 一時情緒激動、心臟病發作 而隨後的搶救治療的方案 那個並不在某個醫療專家的手中 而是有習近平拍板的 醫療專家組往往會將治療方案 比如要不要開刀、要不要用體外心臟插管等等 隨時隨地都通報給習近平 習近平很可能在這個階段 進行了人工干預 最終導致李克強死亡 連日來大量民眾前往安徽合肥的李克強故居進行悼念 鮮花堆滿整條街、人潮落益不絕 許多悼念卡片上都寫著李克強所說的那句話 長江黃河不會倒流 鮮花革命似乎一觸即發 據說北京高層對此震怒 安徽省委被嫌來批評 獨立視頻人蔡神坤在X平台發布兩張截圖 其中一張截圖顯示 聽說中央對安徽省委作出嚴厲批評 300萬人去獻花悼念 可能安徽省委書記要下台 李克強去世後 中共發布了一系列禁令 官媒刻意低調報導 試圖降低社會關注度 有影片顯示 隨著悼念人潮越來越多 當局派出大量著藍馬甲的工作人員三保一綱 在李克強故居外監視折查 一些被認為寫有敏感字句的卡片被收走 還有前來獻花的外地民眾被當地警方攔截盤查 在安徽定縣的李克強組澤外 民眾悼念的菊花也擺成了一片花海 在李克強曾任職的鄭州 民眾也擺放了他的巨型遺像和巨型標語 以示悼念 有分析認為 民眾悼念李克強是對他遭遇的憐憫 同時也表達對中共當局的憤怒和抗議 評論人士賴建平認為 對習近平政權的威脅主要來自兩個方面 一個是上層社會 另一個是民間 他說 習近平害怕體制內的官員 像李克強、汪洋、原來團派那些相對開明的這班人 還有太子黨、精英階層、商業權貴等 他採取了很多措施清除遺己 二十大事將團派一路到底 並將對他絕對忠誠的親信 全部提拔到最重要的崗位上 另外習近平也害怕民間 他怕體制內的所謂開明的力量和民間相結合 形成一個互動 所以他對民間的思考不僅放鬆 不斷地打壓 他害怕這兩股力量匯合在一起 近日官方取消除席優價 網上勝傳因為除席的諧音是隨習 習近平害怕被脫掉 賴建平說 其實這就是他內心恐懼的一個表現 說明他根本就沒有信心 習當局千方百計將所有苗頭 任何帶有對他不利的輿論倒向 都進行打壓提前消除 10月31日是一年一度的萬聖節 上海街頭聚集了大量化妝的年輕人 有些將自己裝扮成大白 有些裝扮成小紅維尼、花圈等 對中共進行嘲諷 有網友說娛樂的背後是現實生活中的雙巴 星期二深夜 上海年輕人聚集在巨綠路等區域 穿著各種其妝衣服 有人頭戴監控攝像頭模型 影射中共無處不在的監控系統 有人將自己打扮成被青面種的程序縣 代表被打壓的科技行業 有些大白手拿棉籤 見人就要檢測核酸 以此來取笑習近平的清零政策 有些散戶身上貼著股票指數下跌的海報 手上拿著韭菜 暗示散戶就是韭菜 有人身上貼滿白紙 以此紀念白紙革命 甚至有人揹著我在上海很想你死的標語 讓人聯想到剛剛去世的李克強 不少服裝足及中共當局的敏感區 有些人包括裝扮成大白的男人被警方帶走 警方最後以客流量過大為由宣佈風怒清場 目前在中國社群平台小紅書上 已無法直接搜尋到上海文盛節的相關內容 微博博主外陽目一在一則天文中寫道 上海萬聖節的變裝表面看是一場狂歡 但太多變裝的背後都是普通人心裡的一塊箱 終於有機會在特定的日子裡 拿出來宣示分享 於是一座座普通人的孤島在此連成了陸地 足以讓我們確信 我們並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孤單 這則天文得到上萬個點讚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講到這裡 請記得點讚、訂閱、留言 並分享給你的朋友 世事變幻笑看風雲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